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车队各自离开谈判地点所在的大都会饭店 原定的协议签署仪式也将会取消 外界盛传的河内宣言也将跟着流产 白宫发布声明指出 美朝两位领导人进行多方讨论 包含无核化以及经济方面等等议题 但现阶段并未达成任何协议 双方团队也期待未来继续进行会谈 川津二会发展顺息万变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川普和金正恩在越南当地时间上午进行一对一会谈 半小时后双方官员也加入扩大会谈 但谈判一直延长 最后两国共进午餐的行程遭到取消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在下午三点左右突然宣布 川经会的行程将大幅缩短 原定的协议签署仪式可能取消 川普的记者会也将提早将近两个小时举行 苹果日报报道 白宫突然宣布取消川经会的工作午宴后 市场也感觉到不对劲 韩国股市立刻大跌 日本股市也下滑了约0.8%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